110 華僑報 蕭苑怡青青年創業重堅持 2015年7月18日 專訪 由高等教育辦公室主辦 《感夢感創生涯規劃》系列分享會昨日舉行 邀請蔡紅集團總裁蕭苑怡主港夢想銀行打開成功感 分享會於昨日下午六時假大學生中心舉行 講者於會想分享創業歷清 他表示 現時政府大力支持青年創業 年青人有很多空間和平台發展 而做生意最重要是堅持和創意 創業容易手業難 需要有堅持才能成功 否則政府再多的支持也沒有用 他又認為 社會經濟有喜有樂 但正是經濟低潮其才會有更多機遇 青年在面對困難時更要堅強面對 令對現時經濟轉差 他透露其集團亦會以多種不同方式應對 如多做減價活動 增加宣傳推廣等 同時亦期望政府有更多舉措吸引遊客來耗 促進零售市場發展等 促進零售市場發展等 零售市場發展